首先中共每次讲武力犯台 都是公开讲 那也就是说要听的人自己听 那他们的传统立场向来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领土及主权不容分割 所以呢他通过了所谓反分裂国家法 就是不排除不承诺 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既然不承诺放弃武力犯台的话呢 那他当然就有对台军事的准备 我想这一点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那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有一个条款就是美国对于西太平洋的安全 包括台湾是严重关切的 而且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国会出售给台湾防御性的武器 确保台湾的安全 然后美国总统有权利采取这个措施 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全 那这个在这样子的情势 就是一个既然要用这个威胁武力 这个威胁台湾 另外一个认为说要维持台湾的安全 是美国的一个潜在的责任的话 所以这中间的这种角力 当然就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有新闻 只要有事件出来的时候 他就放话啦 尤其是小英总统之前要去美国访问嘛 然后我们也公布了22亿美元的这个采购案 就是对美的军事采购 他马上就讲话啦 这种就说只要你有这种 军事采购的动作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我也要这个 你们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所以我要不排除无力犯态 所以我们说中共的反应就像闹钟一样 闹钟通常都有夜光 一按闹钟就会亮起来 这个就是只要我们这边一有外交突破 或者是这个重要选举 他们就会立刻有所反应 就是讲这些东西 设定 然后第二个就是闹钟时间到了 闹钟就会响 所以他一定每年在一定时间 他一定也会发表这些东西 譬如说他们的国庆 这个两会开议 这个什么东西多少周年等等 他就定期就是像闹钟会想一样 到一定时间他就会想 所以他就会发表这些谈话 不过近年来我们发现到有一些趋势 就是他的军事实力不断的提升 所以他的这些对台的武嚇 方法越来越多 而且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而且这种比较挑衅性 具压迫性的做法 譬如说接近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接近台湾周边的海域 通过台湾海峡 这些在过去他还比较保守 比较审慎 比较节制 目前次数也越来越多 现在都公开的 对 而且所以现在美国 他也强调要维持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他目前为了政治上的一些因素 他还没有直接说他会协防台湾 但是他强调就是要维持 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其实就是协防台湾的一种 比较委婉的说法 然后又说要维持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 所以他就经常会出动这个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 台湾定期会举行选举 所以想要影响台湾内部的选举 也是中方政经的战略之一 这个当然他强调就是 这个不排除以武力犯台 是威胁台湾不要走向台湾独立 另外一方面他当然也在台湾内部 培养这个亲中的势力 因为武力犯台毕竟所耗的成本 不可知的变数都是相当多的 因此最好能够让台湾和平统一 也就是说选出亲中领导人 自动的把台湾带向统一的方向 这一点来讲 美国因为你这是透过民主的方式 所以他也服从介入 然后又节省了武力犯台的成本 也不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抗议 但是如果没有武力的威胁 大家也不愿意主动的接受和平统一 因为我既有的生活 民主自由就过得很好 我何必统一呢 所以就是利用武力威胁 如果你不和平统一的话 就要面对战争的死亡 如果你接受和平统一的话 有这些美好的前景 而且可以避免战争 避免死亡 这个是核战两手 必然是他们经常在运用的这个策略之一 特别是目前来讲 台湾的选举快要到了 他认为就台湾现在各项的政经情势 这个和平统一并不是没有希望 是有希望的 而且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统一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哪一任的总统 哪一天早上宣布 台湾要跟中国大陆统一 不是这样 统一是一个拼图的概念 大家如果都玩过那拼图 就知道拼图有500片1000片 就是一片一片把它拼起来 最后那整个画面就完成了 所以你认为这个叫水到渠成 统一就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慢慢的做 让你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台湾内部亲众的势力越来越强 然后你对它文化上 经济上的各种认同 越来越密切 然后这个就是拼图一块一块的拼成 最后整个画面就图面就完成了 纵使只少一两块没有拼 那还是无补于整个图面的完整性 不是一时之间就宣布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渐进的过程当中 武力的威胁 他也要吓你一下 虽然就是和平统一是他的目标 都是他必须用到 也是会经常用到的手段之一 像譬如说 有人说他这个军机落台 这个军舰 这个通过台湾海峡 辽宁号航母接近 通过台湾海峡 很多人会说你这个是蔡总统捡到枪 好像会增加台湾人民同仇敌抗的意志 但是对中共来讲 只要对负责国家安全 负责台湾国防的部分人 会能够受到影响 那这些人对台湾国防 台湾安全的这种影响力跟重要性 可能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台湾有很多 退役的将领就会跑到中国大陆去 发表很多言论 没错像吴思淮什么这些人 虽然在台湾人口比例占的是极少数 但是真正在讲到国防 讲到国安的时候 这些人所发挥的重要性 可能比不知道相当于一般的 相当于可能数万人数十万人 都不可能跟他们相提并论 因为一般人民不是做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你要影响是影响到关键少数的人数 这样就够了 台湾跟中国毕竟还是隔着台湾海峡 这个地理上的阻隔对台湾的安全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而且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 其实中共要进犯台湾 除了少数特别的突袭作战 特种作战 这个可能是这个事发突然 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其他大规模正规进犯的方式 其实这么多年来 大概这个各方面的准备 也都相当的完备 就是他会怎么进攻 从哪里进攻要怎么进攻 这个只要是动用的部队一大 你还是会受到许多客观的因素的限制 所以也不是这么难预料 你比如说你要登陆 能够在哪里登陆 空降能够在哪里空降 然后对岸的港口能够吞土装载的数量 一次有多少 台湾海峡的潮汐 水洋流各个方面的状况 其实这个都我们是可以预期的 也就是说 这个就纯粹就硬体来讲 国军所有的武器装备 只要发挥正常的功能 就是依照他原先的设计 这个按照计划发挥正常的功能 那么台湾的安全并没有这么脆弱 是但是我们上次熊山不是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物色吗 最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硬体装备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那台湾安全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人心思辨不想抵抗 那我认为这个武器装备再多 都是没有作用 这个如果说第一个就是 大家已经没有抵抗的意志 或者是这个已经要统一 亲中统一的打算 那这个就不是军事问题 就是政治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本身 不能够给这个中国 或者是给世界上其他国家 错误的讯息 什么是错误的讯息 第一个就是你无意保卫你自己 总是坐待他国来保卫 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 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态势 因为你等于是说自己 没有打算要为自己的未来努力 那第二个就是你在国防上的努力不足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外国来协防 也要看你能够支撑多久的时间 我们自己有没有强化自身的能力 我们当然现在都不断的强调说是 在强化国防 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至少在这几年 这个我们的国防预算 似乎在这个边列上来讲 还可以增加宽列 因为军事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东西 面对中共的武力威胁 其实这个在国防资源的投入上 我们还是不太足够 虽然这个现在蔡总统强调说 我们的预算是平衡预算 表示政府财政纪律是不错的 但也代表说 其实我们也还是有 继续增加国防预算的空间 因为如果说现在赤字非常严重 你当然就没这个能力 可是现在来讲 既然预算能平衡 基于台湾这种迫切的威胁 我们宽列国防预算 我认为这个是必要之二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必须要花这个钱 可是这一点我们这几年来 可能民意的要求也好 社会的舆论也好 这方面是相对 比较没有被那么重视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 对于这种国防机密 不能够是这个门户洞开 好像如果说经常传入 这个泄密的事件 不管这个泄密是怎么发生的 是有意的还是说这个被有意泄密 还是说不小心被渗透 这个都会影响外国 跟我们国防合作 出售先进武器给我们的这个意愿 比如说这个先进的战机 如果卖给你 立刻就这个叛逃了 落入这个中国的手中 那我相信这个没有国家会愿意 所以这个是国安的问题 对 有歌叫做不忘初心 这个牢记使命 然后就是现场的人就是 隐行高歌 这句话就是习近平 最喜欢挂在嘴上的 他的意思就是经常强调说 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不忘初心 要牢记使命 那什么是共产党的初心 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就是这个打土豪 分田地斗地主 这个是共产党的初心 不然就不需要有共产党 整个中国共产党要拉回到 长征的时代 要肯吃苦 要肯牺牲 知道长征有多恐怖 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蒋中正 五次围剿共产党 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时候 攻进那个江西 井冈山的时候 这个中共从那边出来的人 八万人 然后一路这样子跑到 这个陕西的延安 就一万五千公里 跑来跑去来回跑 一万五千公里 到达目标的时候 剩六千人 那很可怕 就死了一堆 很多是饿死病死的 并不是说国民党 在后面追杀 所以要回到 那个痛苦的年代 这会让整个 中国大陆的人民 都想不通的 把这个所谓的 按照中共的话 把这种不稳的因素 不稳的人 在萌芽状态就把它消除了 好 人脸之父只是其中一环 因为这个刷脸 现在他们的技术 中共的技术 大概可以说到 99.8的准确性 对 可是他们同时 已经发展完毕了 还在发展这个 步态模拟系统 这个发展完毕了 还在收集每一个人的 这个基因的资料库 为什么要这个 步态模拟系统 到底非常简单 人脸辨识系统 50公尺有效 对 步态模拟系统 原来每个人 走路的样子 是不一样的 步态模拟系统 200公尺有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